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9月23日 星期三早上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一起大範圍看看衛星雲圖 香港這個位置 看到我們附近的雲量不算多 看遠一點在西北太平洋 日本以南有一個厚實的雲團 就是熱帶氣旋白海豚 預計白海豚會橫過日本以南的海域 在未來一兩天移向日本的本州一帶 看看香港熱帶附近的天氣情況 在雷達圖像也看到 香港這個位置 現在我們吹著偏東風 在我們的西邊 廣東西邊 沿岸和海區上面 都有一些比較強的雷雨區發展 不過現在來說 在香港我們附近 都是趙雨區的發展比較少 我們受東風影響 所以今早早大部份地區的低溫 都是介乎二十六至二十七度 不算非常熱 從太平山頂 看出去 向北邊看九龍半島 今早日出的時候 天色很快 很早日光晚 雲量不算多 預計今天會有些陽光 看到陽光的天氣 只要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會短暫時間有陽光 有幾陣的趙雨 早上部分地區有些雷暴 而預計今天最高的氣溫會上升至32度 是吹和緩的冬至東南風 留意今晚風勢減弱 今晚慢慢轉吹微風 今晚會見到太陽 我們預計會比較曬 比較熱 所以預計今天最高紫外線指數 有機會去到九 一個甚高的水平 換日工作活動 都要做足防暑防曬的措施 要留意未來一兩天天氣會有變化 因為微弱的東北季後風 會在華南內陸慢慢推向元朗地區 所以北風會將比較涼的空氣 由北面內陸的地方推向元朗地區 所以我們預計 其實未來一兩天受微弱東北季後風影響 短暫時間有陽光 亦有幾陣的柴雨 星期五看到溫度都比較低 早早天氣比較涼 我們再看看溫度的預測 受微弱東北季後風影響 很明顯見到未來一兩天 高溫和低溫都慢慢有少少下降 所以早晚出街 在外面戶外的時候 都要多帶一件外套穩陣 今節的天氣先看到這裡再見 再見